歡迎收看今明天下 最近大家都在關注 川普慎選之後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投資 在美銀說 明年2025年 其實最佳的一個投資的資產 依舊是美國股市 不過也有分析師提醒說 如果到時候 川普真的實施高關稅的話 蘋果的iPhone手機 每一支的成本 就會多出8000多塊新台幣 那麼影響毛利率 大概是7% 而另外輝達現在傳出說 這個GB200有過熱 可能會引發市場 聯想說 是不是出貨的時程 又要延宕了 不過代表的執行長 則是PO出了照片 來打臉這樣一個說法 認為說目前的出貨 依舊是很順的 而在台股的部分 在今天是終結了 連黑的一個態勢 到最後是大漲了 三百零二點 而外資在今天也回補了空單 那麼五千多口 不過目前的空單 還是有四點一萬口 依舊是偏高的 台股真的已經是直穩了嗎 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預測說 聯準會在未來四次的這個例會 每一次都會降息 一碼就是二十五個基點 那麼認為說 現在這個美國長天期的投資等級債 真的是已經到了這個可以佈局的時間點嗎 還有在中國股市的一個部分 現在市場因為擔心說川普會實施高關稅 所以大舉的在撤離中國 以路股來講在過去四周的一個時間 流出的金額就高達了一百六十九億美元 而現在中國大陸依舊是面臨到通縮的一個問題 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花錢 甚至還有人組團去飯店開房間 那麼為的竟然是為了要洗衣服省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財經專家有庭號 大家晚安 理財專家 貴老子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王應亮 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大家好 先請教庭號 這個川普交易在最近是有降溫的情況嗎 那麼美銀呢 其實對於明年的美股還是很樂觀 就連這個大摩的空投分析師Wilson 現在都有空轉多了 可是這個Michael Wilson 我們號稱美股方唐進 你看過去幾年 我們這樣子一路看他過來 又轉多 又轉空 又轉多 前陣子他對於2025年的美國股市 老實說是抱著一點擔憂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針對整個25年 已經把標普白指數目標價 提升到6500點了 這說明什麼事情 大多投Michael Wilson回來了 那為什麼這個時機點 又轉為看向多投呢 主要並不是說明年沒有任何風險 而是Michael Wilson認為 明年已經幾乎沒有任何衰退風險了 要不然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的 就是他一直在提這個衰退的遺域 可是到現在為止 老實說 市場不只是不討論硬著入的問題 連軟著入都不討論了 因為25年看起來 很有大的機率是不著入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之所以Wilson看多 並不是因為他會一番風速 而是因為沒有硬著入的風險底下 明年的風險只剩下一個 就是川普了 也就是他所說的話 會造成資產價格的顯著波動 那如果你想要從川普交易當中 持續進行中長期的套利的話 那最好的方向就是去購買 川普交易有利的資產 什麼資產呢 很明顯就是屬於中小型股 如果我們具體觀察 在過去總統選舉日左右 結束以後 我們看到像是川普 小布希 尼克森 你會發現 在中小型股 以及標普白指數的表現 相對都來得亮麗 說明什麼事情 共和黨由於比較偏保守主義 希望製造業進行回流 他反而會釋放更多 那種減稅的政策 減稅的政策 對於大企業 雖然也會有利多的拉抬 可是更多反映的是中小型企業 所以對中小型企業 反而比較有利 對 所以我們過去講的川普交易 往往都是集中在標普白指數 選後的上漲行情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選後的上漲行情 為什麼 因為一方面美元要回流 另外一方面 現在通膨再起的風險很高 所以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要向上來抑制通膨 但是現在這項交易 說實在的 已經被別人預判了 我預判你的預判 你也預判我的預判 別其他人再預判我們的預判 說實在的 這個交易早在我們選舉之前 就已經談論好多次了 所以現在如果我們要去找尋 那些低積極的資產 你覺得標普白指數很便宜嗎 好像也沒有 你覺得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到目前為止 難道上升的速度還不夠快嗎 公債價格跌那麼凶 就代表著公債殖利率 這一陣子也上升很快 好像都沒有太多 做多的空間了 那該怎麼辦呢 回過頭來看一下中小型股 如果我們看羅素2000 現在的本益比有沒有推升 有 從原本的14倍 現在已經上行到17倍 可是問題在於 它居然還在過往的平均值左右 美國股市現在的本益比 現在的估值乖離都已經高多少了 巴菲特指標都已經逼臨緊繃了 可是中小型股才剛剛回到均值 他就足以彰顯著 首先 川普交易有沒有讓中小型股的 激期過高 答案是沒有了 所以你要去尋找那些 川普當選了 資金會不斷的流入 而且它還便宜的 似乎只剩下中小型股 所以現在的川普新交易 就會認為說 標普和美債殖利率 可能已經無法準確的進行反映了 因為它已經反映過頭了 但是中小型股 如果川普交易繼續盛行的話 它就必須要繼續漲 這個時候就回過頭來看 那用哪些指標 可以暗示著中小型股 有進一步拉抬的空間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觀察 川普接下來的政策 有沒有利於這些景氣指標 顯著專號 剛才講到 第一個就是它的減稅 減稅是非常有利於 中小型股的 第二個是我們聊到 對於非法移民的大規模驅除 川普很快 在明年元月20號上任以後 就會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也就是進行大規模的 非法移民驅除 非法移民驅除以後 會造成什麼效果 就是所有的服務業薪資 會顯著大漲 服務業薪資顯著大漲之後 就會造成更多的購買力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基層員工 他被遣返了 最終你的薪資被迫調升 購買力提升 所以我們要第一個觀察的指標 就是NFIB 小企業樂觀指數 你看這項指數 從20年掉到現在以後 幾乎就沒有再回到21年 或者說19年當時的高點 所以小企業是怎麼樣 雖然我們看到本輪 AI已經復甦很久了 AI帶動的股市創高 可是對於中小型企業來看 他已經苦了三年四年 沒有好轉 從疫情以後 台灣很多企業也是這樣子 幾乎沒有任何好轉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陣子 能夠進行更多估值推升的 都只有AI 現在有誰有能力投AI 一定要那些大企業 有現金流的 所以中小型企業才不慘 很慘 所以如果這項指標 開始往上走了 說明信心會來了 第二個具體指標 就是ISM的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 它是美國中小型企業的象徵 前陣子我們看到 AI股在帶頭衝 可是製造業沒有跟上 目前這項指數 仍然在50以下的收縮格局 按照過往經驗 至少要來到50以上 我們才叫做擴張格局 說明什麼事情 川普必須要讓大家 在明年一季度 讓中小型企業勇敢下單 P&I它是統計 未來一到兩個季度 市場預估要購買 多少的半成品 如果你讓這些中小型企業 都願意去下單的話 那就說明著 川普交易將持續 有利於中小型股 所以我們就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 中小型股 漲得不多 所以它有空間 第二 中小型股 在川普減稅 加上非法移民 大規模去除底下 它有望是最受惠的個股 換句話說 市場的焦點 現在就由那些 七大科技股 慢慢慢慢的 轉向了螺素2000 另外大家也在關注 就是川普就任之後 到底會不會真的 對中國實施高關稅 那麼現在也有分析師說 如果到時候 真的實施關稅的話 那麼到時候 蘋果iPhone的成本 每一支 就會增加8000多塊 新台幣 256美元 而且影響到毛利率有7% 真的這麼大 這讓我一度懷疑 很有可能 他們只是為了要促銷 i16的銷量 要不然一支iPhone 要增加256美元 增加8000塊的售價 毛利率影響7% 說實在的 這也比想像中高太多了 好像搞得你好像 愛心趕快買i16一樣 事實上如果我們具體了解 根據彼得森研究所 最新的預估報告 已經開始有所推算了 我們到底要如何理解 關稅戰對於 實質通膨的影響程度 以及經濟衝擊 畢竟我們從上一次經驗來看 17年18年的美中貿易戰 它的關稅似乎沒有引起 19年的 或者20年的 停滯性通膨 但也不能說它因此沒有通膨 那要怎麼進行預估呢 目前真正預估的事情是 通膨都是可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通膨的增幅 它完全比不上 供給鏈的瓶頸 所以現在的普遍預估是 對於海外而言 美國會克取兩項關稅 第一項關稅 是根據10%的普遍性關稅 所有國家都要克 第二是針對 中國的特殊性關稅 會直接克成60% 現在根據統計的結果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它會造成我們看到的綠色線 中國經濟GDP 預估可能會下滑 1.17到1.2% 說明著對於中國的經濟 它會有直接性的衝擊 但是你像所有人都克10%關稅 等於所有人的售價 都統一調漲10% 受到影響就不是特別大 所以最終就會造成 其他國家反而有可能受惠於 美洲貿易戰的轉單效果 什麼意思 18年19年 美國其實不只針對 中國克關稅 對於全球鋼鐵 對於加拿大 對於墨西哥 到處都在克 但是你有看到18年19年的 整條多頭隔區 完全被斷掉嗎 沒有 沒有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只要轉單效果的利多 大於關稅的衝擊 股市照樣能夠有顯著的拉抬 所以對其他國家來講 不見得是利空 中國的傷害會比較大 對 所以現在的普遍估值 是如果美國對中國克徵關稅的話 對於中國的GDP 至少到27年 會減少1.2% 但是對於非中國的亞洲國家 像日本 韓國 台灣 GDP預估可以增加 0.38 0.15和0.09 這就足以說明著 其實我們不要這麼害怕 美洲貿易戰 為什麼 那個轉單的效果 對於我們經濟的拉抬 似乎沒有想像中來的弱 第二個觀察重點是 現在台灣和日本 還處於一個更有力的位置 相對於韓國 為什麼 因為韓國基本上 已經跟美國簽訂了 自由貿易協定 整體而言 大多數商品是零關稅 幾乎沒有關稅的 日本和台灣 現在因為沒有簽訂FTM 所以基本上還克取2.5%關稅 那如果到時候統一調成10% 那是不是就說明 台灣的產品就變得更有競爭力 所以彼得森的研究也預估 如果真的開打的話 誰原本的稅率越高的 變成一樣之後 那些原本高稅率 高關稅的國家 本身的產品 就擁有了更多的競爭力 所以預估對於台灣和日本的GDP 有更顯著的拉抬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 刀是兩面刃 你竟然要對中國克60 這個政策是敲敲板 你對一個國家克這麼重 一定會有留到你那邊 所以我們只要確定一件事情 對於台灣克多少不重要 不要克得比中國多就沒問題了 這看起來 從過去18年的美中貿易戰經驗 是這樣子 好 那回過頭來看 現在對於整個台灣而言 關稅戰或者保付費之說 它會不會影響中長期的變遷呢 目前不管是大摩 還是花旗 最新所出的報告都已經出來了 認為基本上受到的影響不會特別大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補貼的問題 大摩的看法是補貼會造就 但很神奇 多數人都會認為說 川普的目的就是要課關稅 那關稅就是我不想要補貼 我直接強迫你來設廠 但目前普遍的共識仍然認為 接下來的補貼會持續 事實上如果我們具體觀察 目前拜登政府的66億美元補助 在今天已經全部到位 拜登是說到做到 至少在他即將卸任那一刻 他把所有錢都已經到位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絕對沒有問題 台積電可以拿到這個錢 對 現在已經拿到了 那現在的問題在於 那晶片法案 它有法源依據 可以繼續進行撥款 每年都有一部分的資金 可以繼續撥款 那川普會不會准許呢 目前來看應該是准許的 為什麼 因為川普的目的是要讓台積電 在美國第三場 第四場的建制速度加快 那目前看起來 台積電是有配合意願的 只要建廠速度加快 基本上補貼 還是有持續的機會存在 所以按照大摩目前的普遍預估值 整體今年EPS 大概已經提升到44.9塊 明年是57塊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推估 用57塊 乘上一個25倍本益比 你就會知道 1100 1200 它就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價位 畢竟24年 是在反映25年的股價 所以換句話說 根據大摩給予的目標價 未來一年 大概是1300塊左右 花期預估本益比更高 已經來到1500了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都很清楚 關稅戰對於明年的資產價格 是一個波動 可是你仔細深究 你會發現 似乎對於中國市場 是一個大波動 但是對於台場 對於日常來看 似乎是新一波 在地緣政治戰當中 可以賺取的更多的獲利 好 剛剛提到 但我們看到 雖然大家都在擔心 川普就任之後 實施的高關稅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 但目前來看 其實對台灣 並非一定就是一個利空 尤其在台積電 他們是希望 台積電可以未來到美國 去設更多的場 而台積電的確也傳出 他們接下來可能會在全球 蓋10座場 資本支出的部分 要挑戰這個新高 台積電在今天 是收紅的 來到1040 漲了15塊 當然也帶動了 台股的表現 我們要請教一亮 在今天終於是 終結了這個連續的 這個黑K棒 在今天終於是 收了一個紅K棒 但是目前還是 可以看到外資的部分 在今天雖然有回補空單 但是目前的空單還是有4.1萬口 明天台紙期結算 你會怎麼看 昨天的行情是哀鴻遍野 今天是有點普天同慶的感覺 我想主要原因在於說 台北股市打到季線之後 出現一個強勁的支撐 今天這樣子的轉折 我想主要原因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昨天 這個市場傳出來 回答GB200的晶片 又出現散熱問題 這個事情得到了一個澄清 其實這件事情 它是從國外媒體網站 叫做The Information 它傳出來的 其實那個文章 我稍微去看一下原文 我倒是覺得 是有點翻譯上的出入 造成一些烏龍的事件 因為我看一下 那個文章的內容 它其實是描述說 GB200晶片 有所謂散熱的問題 這個事情應該 它是描述之前 之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最後他有提到就是說 可能客戶會不會擔心 這個GB200之前帝顏 他去買了H系列的晶片 未來對於GB200的需求 沒有那麼高 其實他評論是寫這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市場傳出來就變成說 GB200晶片又發生散熱問題 所以昨天其實市場很恐慌 所有的AI概念股 台積電的股票 幾乎都倒一片 但今天來講 他得到了一個澄清 為什麼呢 因為鴻海其實 他就發表了聲明 他說現在沒有所謂 出貨帝顏的問題 誰跟你說散熱又出現問題了 這問題應該是解決掉了 然後一加講不夠 你看廣達他也說 出貨的進度就跟法說會 當時講的一模一樣 按照進度再出 也沒有什麼散熱又出現問題的 一個情況 然後這個機殼業者 他講得更絕 他說從來沒有聽說過 他說現在這個 有人說機架會有散熱的問題 機架他本身不會發熱 是晶片發熱 晶片發熱 其實台積電之前 就已經修改設計過了 所以他也認為說 沒有這回事情 然後最後一個把這個謠言 就是說打到地板上去的 應該是戴爾執行長 他直接就PO出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NVL72機櫃的照片 全球第一台 昨天就已經正式出去 所以這個照片一出來之後 大家發現好像沒有這回事情 根本沒有什麼出貨會延當的事 根本沒有什麼散熱又出現問題的情況 所以今天你會發現到 很多的散熱股票 包括高麗 雙紅 這些股票就開始逆施大漲上來 今天AI的電池散熱 其實表現都很強 對 然後再加上一些伺服器的概念股 像神達 神達這個還在漲停板 所以整個信心上來講 他就出現了一個扭轉 所以信心一扭轉的情況之下 昨天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台積電明年全球 還是要蓋10座的廠房這件事情 本來講應該是個利多 但昨天那個氣氛太恐慌了 大家就忘記了這件事情 但今天行情一好轉的情況之下 大家又想到了這件事情 因為明年來講 全球台積電 有10座的廠房要做興建 有7座是在台灣 所以你大家去想想看 這10座廠房 如果未來都蓋好的情況之下 要不要更多的設備 當然要 所以今天很多的設備概念股 像萬倫 軍豪 智盛 都開始出現一個 強漲的一個動作 大家也會想說 明年台積電在資本支出的部分 要繼續增加 你看明年來增加 340億到380億 今年來講是300億美元 所以明年又更多的情況之下 大家當然而然信心 就非常非常足夠了 剛剛肥有提到就是說 那會不會擔心外資空單 還是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看 今天外資空單有沒有回補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有做一個回補 在昨天來講的話 是這個4萬6千多口 今天就馬上降到了4萬1億 但是你會說 這個4萬1還是很高 但是他不用擔心 因為你看到過去這段期間 外資的心態本來是 比較偏空的 所以他的空單在3到4萬口 算是正常的 我們就看他說 有沒有出現下降 有下降來講 就算明天要結算 他也不太可能說 趕快做壓低 他反而也嚇到了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空方來講 打到季線之後 開始出現反彈向上 他也會怕被咬回去 所以他今天也出現了 一個回補的力道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當整個謠言澄清過後 然後明天後天還有所謂這個 輝達財報可以期待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後續行情漲 應該不會太差 好 除了空單回補 其實他們今天在現貨也是買超了 106億 其實也買蠻多的 不過我們再請教音量 當除了AI的族群之外 特斯拉的股價在昨天也是應聲強談 因為現在也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川普的團隊可能會放寬自家車的規範 對 沒有錯 其實今天盤面當中 除了這個輝達概念股之外 然後台積電有關的設備概念股很強 另外的焦點就在哪裡 就在特斯拉有關的股票 目前來講特斯拉股票 受惠的大概就分兩個方向 一個應該就是落在所謂的自駕車 電動車的這個區塊 另外一個區塊 就會落在所謂低軌道衛星 因為你看到現階段來講 美國所傳出來的消息 跟特斯拉來講有利多 應該都是這兩個區塊 因為你看到昨天 就傳出來川普團隊 把這個自駕車的規範 放寬放在優先低位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川普上任之後 他要修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美國的自駕車的法規 做個鬆綁 鬆綁的情況之下 特斯拉的自駕系統 就有發揮了一個空間 之前馬斯克都表示說 在明年2025年中期的時候 在德州跟加州 會實現所謂的自動駕駛 這件事情他十年前 幾乎每天都講明年明年明年 這一次我想明年應該真的會實現 因為他現階段有了川普當靠商之後 這個來講應該是可以順利一個執行 所以相關的電動車概念股 大家可以發現像今天同志 加和的部分 股價表現就相對的一個強勢 再來另外一個重點 應該就是落在所謂低軌道衛星 昨天一樣傳出來 川普去任命的馬斯克的好友 叫做卡爾 當任什麼聯邦通訊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人對馬斯克來講有多重要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政府原本是要同意 Starlink要撥8.85億美元的補助 後來民主黨認為說 這個沒有辦法照顧到偏鄉的部分 所以就把這個取消掉了 取消掉之後這個卡爾 就第一時間跳出來抗議 當時他就抗議 他說這個補助你一定要給 所以現在被刪除的補助 有機會恢復了 當然因為他當主席了 所以就可能他說得算 所以這個來講 對很多Starlink的概念股就有機會 在整個低軌道衛星來講 後續我覺得會有些行情 那個股部分 大家可以註一下 近期在持續轉強的 這個金寶的部分 金寶來講的話 因為他有低軌道衛星的 這個主機板的部分 這個題材來講的話 轉機性也蠻強的 所以股價我覺得 有機會再繼續走高 那另外來講 霍利王 低軌道衛星的霍利王來講 就是3491的森達科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低軌道衛星 在轉強的情況之下 這兩張標題 大家後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剛剛音量到我們看到 這個川普2.0 現在真的是馬斯克無所不在 所以跟他相關的 包括特斯拉以及星鏈相關的 這些概念股都值得留意的 當然大家也在關注 就是川普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 美國聯準會降息的一個步調 聯準會在九月份的時候 降息了兩碼之後十一月 再降一碼 最新公布的十月的通膨數據 其實也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所以目前來看十二月降息一碼 是現在市場的一個共識 我們要請教怪老子 從過去的這個降息循環來看 到底是買美國公債比較好 還是買頭等債會比較好 當然是買頭等債 因為我們今天來看就是說 其實大家要先了解 投資債券ETF 你主要是在配息 然後價差是微幅 就是次要的 然後我們講說 頭等債它的殖利率比較高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說 如果你要配息 那當然是頭等債會比較好 其實以這一波來講 降息之中 其實美國公債大家說 跌得比較慘 其實頭等債還有不錯的報酬率 沒有錯 我們在講說 頭等債有沒有 我們先看看價差的部分 雖然是我剛剛在講 就是應該是以配息為主 但是我們看價差 過去五個循環裡面 這個階梯型的這個 就是聯準會的基金利率 然後這個是降息的時候 它漲了多少個 % 你有沒有看到 只要這邊降息 這邊降息 這邊降一點 這邊降 是不是 每一個區間 每一個區間降息的時候 都有不錯的獲利 甚至於我們今天來看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不是跟這邊是很像 對 我們現在只有再降到這裡 對不對 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因為才是降息循環的剛開始而已 沒有錯 剛剛講就是說75個百分點 拜託 這個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那麼陡有沒有 對 它是連升17碼 所以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你要配息的時候 你是什麼時候 如果說你要配息 當然是要殖利率高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殖利率越高 降息的幅度有沒有 也比較大 所以價差也會比較大 所以等於說我去買這個頭等債 我還是要選這個長天期的頭等債 會比較好 當然是長天期的會比較好 為什麼 現在利率高 如果你買的長天期的 你鎖利的 就是我能夠配息有沒有 高配息的時間 能夠會比較長 可以鎖住這個比較長的利率 而且有機會可以去賺到價差 沒有錯 沒有錯 這完全正確 好 再請教郭老子 那麼既然頭等債是現階段 一個比較好的投資的標的 那麼選擇票面利率 如果說是越高的話 它也是會越好嗎 我們今天來談這個問題有沒有 我們剛剛在講說 配息為主 那你如果要配息有沒有 你要看的是什麼 其實最主要的是到期殖利率 然後到期殖利率完了以後 我們在講說你殖利率要高 你的利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票面利率 所以如果票面利率也高 然後到期殖利率也高 這個才是我們投資者想要的 我最近才去 看到了我們新的00970 即將發行 即將要發行的事情 我看了這一檔 我自己都嚇一跳 怎麼有那麼高的到期殖利率 這是水平走勢 是到期殖利率 對 然後垂直走的是票面利率 我剛剛也是在講 我們是不是要看平均 到期殖利率越高的越好 然後票期當然如果也更高越好 所以是越往右上 是不是越有利 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說還不錯 是這一檔它追蹤的是 IC20年期以上BBB 它到期殖利率是多少 6.08 它有6%以上 對 一般的有沒有 BBB有沒有 也算5.96 但是絕大部分都落在5.38 對 所以其實你看光是殖利率 就差很多 然後它的那個票息 是目前有沒有 票面利率 是目前所有的BBB等級裡面 算是最高的 你剛剛提到它是這個3個B 3個B以上的 那一般大家在買這個投等債的時候 也會去質疑說 是不是我買這個A級都會比較好呢 當然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講說 你要買的是投資等級的債 也就是說這個適合投資的 那投資等級債裡面 又有分A級的跟BBB 一定是BBB 還是說Triple B以上 其實就已經是很好的一個投資的選擇 Triple B是不錯 就是應該這樣講說 比如說投資等級裡面有沒有 它稍微信用平等稍微差一點 但是它的殖利率會是最高的 所以殖利率高有沒有 當然應該講說 微率稍微大一點 但是因為買的是ETM 我買的是一個整體 一籃子的 對 所以它就會分散掉風險 那我們來看這一檔裡面有沒有 當然還有幾個特色 我在想說最基礎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970B它追蹤的產業配置 跟信評分佈 它信評分佈是 它全部都是BBB 有一些其他的有沒有 它還會參一些A級 這樣的話它殖利率就會比較低 所以你看它的殖利率 才會是最高的 它是全部都是BBB等級 而且它所有投資的地區 是全部都是美國的地區 一般我們現在的BBB等級裡面 它還會有說是全球的 對 不一定是在美國 有些就是不一定是集中在美國 對 所以它這個是在 全部都投資在美國 百分之百投資在美國 而且很重要的是說 你們看到它在產業的分佈有沒有 也非常平均 所以能源佔了23 醫療20有沒有 科技10 媒體12 你如果說要科技要股票的話 你去買科技的有沒有 但是我們債券的話 我們是要穩 然後要平均 所以它在產業有沒有 都分佈也非常的平均 沒有過度集中的 在某一個產業這樣的問題 沒有錯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新開 新出來的有沒有 那些ETF 戰券ETF 都會比較符合一般投資者的喜好 你知道是什麼嗎 月配息 所以它是每個月都可以領嗎 沒有錯 新的一定是月配息 然後你知道它的發行價是多少嗎 10塊錢而已 所以也很符合 就是小資族也是可以無統投資 沒有錯 還有 大家也擔心 就是我領的配息會不會被稀釋 對 所以那個平準金 機制 它也是有收益平準金的機制 沒有錯 所以其實這一檔我自己看起來 我都覺得說 我自己也是滿喜歡的 其實真的是 應該講說如果BBB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殖利率高 然後它的那個票面利率 又是高的 最高的話 這樣的話我們持起來 就是持有這樣子的那個債券EDM 會比較欣然一些 對 其實大家對於美國 明年的這個產業表現的話 其實也都還是滿樂觀的 好 兩位我們再來關注 其實相較之下大家就說 這個中國大陸 是不是經濟下行的狀況 在明年會更惡化呢 因為擔心川普即將對這個中國 會課徵高關稅 所以在最近可以看到外資是大局的 在撤離中國 入股過去四個禮拜流出的金額 已經達到一百六十九億美元 然後請教陳業 連高盛都下調了 MSCI中國指數的這個目標價 這是對中國越來越悲觀 因為川普勝選加上兩黨都被共 兩院都被共和黨拿下 我覺得對全球的投資者來講 他們也知道川普的矛頭 就直接指向中國 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再客氣了 有趣的事情是川普勝選之後 他還沒就任 對 他的行政命令什麼都還沒簽 而且我覺得最近他也沒有 特別講什麼 可是你看7號 11月7號到13號 既然新市場的資金 就一直流出 開始在流出 74億美元 這是創了2015年8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中國市場的部分是連五週流出 過去四週流出多少 169億美元 所以大家看到中國市場會覺得說 厲害 你如果打不假川普 對不對 再來怎麼辦 整個來跑好了 這種感覺 最主要我覺得還是對於 後續經濟放緩的擔憂 所以我們在看整體市場 而且流出的速度之快 我覺得感覺好像是 鞋子 褲子還沒穿好 鞋子拿著就趕快往陽台跳的 那種感覺 很怕 川普一上任 就馬上頒布為什麼 對 所以包括最近我們在觀察 因為其實記不記得 在十一長假之前 我們其實有聊過 因為救世措施出來以後 我們特別對比了兩家大的投行 一個是高盛 一個是摩根斯坦利 高盛的部分其實還滿樂觀的 他說這個救世是有幫助的 如何如何 摩根斯坦利說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幫助 沒什麼用 果然摩根斯坦利還是維持他的看法 你看 高盛以前不是都對中國 還滿看好 對 一直以來是這樣 摩根斯坦利從等配調為略為低配合力 因為當時救世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那麼看好 再加上川普的政策 他更為擔心 可是有趣的是高盛 也就是說高盛本來在 十一長假之前 我們所談論的 他好像覺得救世措施是有效 沒想到川普勝選以後 他把目標價下調超過一層 下調超過一層 所以如果我們整體看 投行對恆生指數 明年底的看法 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他們認為應該是原地踏步 這一位華爾街草底王叫做泰伯 你知道他9月的時候講什麼 他說買進一切 一切是這種 只有談戀愛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種一切的用語 他說買進一切 跟中國股票有關的資產 很看好 我懂了 你也很看好 結果他第三季的時候 阿里巴巴跟安塑中國的ETF賣掉 所以阿里巴巴不算一切 安塑中國不算一切 所以一切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有點言行不一 好 再來 貝瑞我們過去很清楚 他看空市場的能力很強大 他雖然提高對中國的股票 他有買阿里巴巴 可是你注意 他既然去買看跌的選擇權 就我們所謂的put 就是避險 也就是說我雖然在跟你好的同時 但是我也擔心有風險 所以我必須做一些避險措施 避險 所以是不是大家對中國 其實看這個多空的過程中 比過去更為嚴格 我在想是不是這樣 好 當然中國大陸 他們還有一個很嚴重的 這個通縮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花錢 現在竟然還有 我要請教陳彥 年輕人組團去開房間 是怎麼回事 好 我們看到消費市場 在美國其實一直是推升經濟 非常重要的一環 佔了百分之七十 可是中國只有百分之四十 如果我是習近平的話 我就想說 那我把這四十變成七十 不是問題就解決了嗎 對吧 就是你們不用管外面 怎麼制裁 怎麼出口 我就把消費這個大幅度的提高就好了 聽起來很容易 可是實際上 大家有沒有消費能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 北京當局要去思考 你剛才在講這個開房 當然這開玩笑 就是說很多的這個 不過他們真的年輕人組團開房間 對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開房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住外面 為了要省錢 要洗衣服 洗衣服很貴 隨便就幾百塊 如果他去開房間 也就是說到一些 一般的地區酒店 他開了一個房間 他可以提供洗衣服的服務 而且你那休息四個小時 你就可以一直洗衣服 一直洗衣服 這樣算起來划算嗎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衣服要洗 怎麼辦 我就找斐魚一起 找廷浩一起 我們幾個人一起 然後把所有衣服拿去洗 真的你能夠推升消費嗎 很多的這個年輕人 現在這個是小紅書 所分享的一個叫做鐵屁股 什麼叫鐵屁股 很簡單 就是我坐車坐很久 那個屁股真的會受不了 可是很多年輕人不想花錢 他不想要花很多機票錢 六個小時 他要花好幾天去坐車 你知道嗎 從北京到上海 坐飛機多久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對不對 機票錢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過去我到北京上海去的時候 我也常常坐飛機來回 或是坐高鐵也可以 好 那1608公里 他用什麼方式 坐公車 總共1217站 50億半 花350塊的分別 1200多公里 他用坐公車的方式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甚至有人從廣州做硬坐 你知道硬坐有什麼意思 就是我硬撐著也要坐下去 就叫硬坐 不是 硬坐就只有座位 還有一種軟鋪 就是你可以躺著的那一種 他就從 一路從廣州坐到拉薩 拉薩 53小時 受得了嗎 錄影坐一個小時 我都快瘋了 他坐53小時 就只是為了省錢 我問你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就我不想花錢 你要怎麼刺激消費 從40%拉到70% 包括現在薪資 臨時演員 過去我也一度想要當演員 後來我想要 不然去當臨時演員 你知道8個小時 120 他說我幫你調薪 調到135 好像不錯對不對 可是變成10個小時135 所以其實是降薪 你聽懂我意思 而且工會還要抽10% 所以實際上 12.15人民幣 就是55塊 10薪財台幣55元 55元 而且你要一直在那邊 當屍體 不能動 很多 那不只這樣 我們看到在中國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大型的跨國企業 你看像美噸力嬌升 現在裁員20% 因為他們覺得 整體的市場的狀態不好 所以失業率越來越高 你看年輕人16到24歲 失業率17.1% 其實很難想像 到底怎麼刺激消費 好明天休息一下 要稍後來關心 在上個禮拜五 其實在臉書 有多個這個財經粉專 突然同時間都被下架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稍後來了解 bodies 非常好